本期就没有刚从韩国学习回来的不几口 绝对没有魔法转告 你可真伟大 哈喽小朋友们 马上我们又将迎来综艺轰炸的一个阶段 众所周知 这有没有好看的综艺 就直接决定今年五三幸福感的高低啊 不巧 今年一定会爆的三道综艺 全被我们找到了 这么厉害 去年我们及时跟上了韩国有人的步伐 三十三三只向我们生活 饮食堂吃中餐厅 效力加名素质 亲爱的客栈 青春旅社三个院子 成功从智慧竞技 过不到了慢综艺时代 但是新年 我们从之前的共享生活模式的慢综艺 又走进了新时代 探究私密的真实生活类综艺 管你FSI手绝对不比你假汉 展现的就是真实 比如你看第一档综艺 被子外面很危险 光看嘉宾了就超级期待 有没有 综艺首秀李峰 还有黄轩一扬牵起个毛衣 各地各的大财男 比较闷 然后有一点无聊 见了陌生人就真的是固执所措 大家我是画最少的杨鲜鲜鲜 你说话呀毛不易 不知道想让我说什么 四只在一个大house里同居 但各住单家 在一起生活一个月 进屋第一天 拉一小时的进度条 他们还是没有互相认识 李峰为了防止遇见毛不易 在屋里捏手捏脚 宁愿渴死都不愿意出房门啊 那坐在一起吃完外卖之后 各自回房间休息 不要抢着干活 继续享受独处 这可能是世上最安静的综艺 但不计口呢就感觉 看到因为害怕见亲戚躲进房间 不断来回试探的自己 越尴尬越期待是怎么回事啊 他好像有一种特别的魔力 什么 你只想看你爱豆一个人 来 那家伙们的双重生活 揭秘你偶像的私下生活 不许偷拍从起床到睡觉 不管是屋内到屋外 尽渴24小时360度 无死角后的爱豆真实面貌 偷拍爱豆王俊凯的一天 是什么样的 是哭炫走秀 拍杂志广告 但只有回了家 他才能释放一天的批发 洁癖的他从不在外面上厕所 洗澡过程中 也绝对不会用手碰到 洗澡间的墙壁和门脸 音乐柴纸 化成鱼 宵夜吃过鸡腿之后 那会立刻去谈卡西莫多的礼物 那私底下的张若鱼 会一边遛狗一边玩滑板 而独居的林登星 除了辣条冰棍和游戏之外 挺好的 还有无尽的睡眠 超级第七的爱豆生活 真实到你想拖饭的那种 想想就很激动对不对 还不够刺激 没关系 这里有一档 既新鲜又刺激的节目 善良的生活 直接把你送到前一里 玩得有多大呢 为了让明星真的相信自己犯了罪 节目组从拍摄前 三个月就开始设计案件 串通嘉宾身边的人 却引诱他们假犯罪 就比如说 知法犯法撒背鸣 节目组呢 就设计让何久和他起冲突 砸架到欧 然后冲突撒背鸣 被起诉 故意伤害罪 孙光雷就被安排挖矿体验 然后被指控 抽矿 吴亦凡被安排野外烧烤 刚走 那就被指控 烧了整座山 邓超会起罗统 那就安排一个人碰台之后 被指控 肇事逃逸 安排马天宇 打电话向粉丝借钱 被指控 电信 欺诈 狐哥粉丝见面会 被指控 传销 整个节目 会把详细的犯罪处理过程 全部展现出来 犒上手铐 拘捕 审判 收押 他们也需要咬着牙 告捡 拍照流荡 和真正的犯人在一起干处理活 六个人挤在四坪里的房间里 连厕所都是尤尼尔热透明的哟 铁门啊 铁窗 铁锁脸 生风着铁 成为黄外边 外边的生活是什么美好啊 何日重返我的家园 从一开始的提心吊胆 到最后出狱时流下的眼泪 这档节目 不只是向公众展示 真正的监狱生活 更是为了普法和教育 之前我们的节目 为什么总是被说不好 经常那是光做到的形式 却没有现实意义 这次我们做到了 你就说 这样的三道东西 是不是得报 不报是不是没有天理 但很可惜 以上全部都是不计较的脑补 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隔壁韩国内嘎的新东西啊 哈 他们又领先了我们艺术 虽然我们真的希望 上述种种 尽快拍出 但你得先买个版权 不是 对了 如果出现以上阵容和故事 请告知我们 版权所有 抄袭必究啊 你可真调皮啊你啊 请腾预告片 没有正片 不要期待 请 goat 哟哟 为您的眼光真好 这款是我们店里最新的高科技产品 采用了钛金属涂层 速度特别快 特别省电 听听听听听听的 这台空调我买了 包起来吧 这不是空调 这是长得像空调的吸尘器 你快走 老里头家的新女婿今天上门 听说是马云的弟弟家里条件蛮好的 真的是明灵光的 别别听听 在北家有两套房的 存款利息都用不完 我们家小雨啊 从小就蛮懂事的 现在是一家公司的UFO 是CFO 我们家小雨 那智商非常的高 大学自己就创了一个PPT 是APP 小雨的生活也蛮健康的嘛 从来不空腹吃早餐 谁保护吃早餐呢 下面我们请这个小马同学 上台来简单一下这道题 首先呢 非常感谢老师给我这个面子 这个老师呢 是我非常喜欢 非常尊重的一位老师 我从小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 答案是什么 不重要 首先呢 我非常敬佩老师 因为他真的很敬业 请这位同学先回答一下问题好吗 其实我真的蛮荣幸的 毕竟我不是同学里成绩最好的 这不重要 你只要告诉我这道题的答案 答案 其实人生没有答案的 我其实也有过当老师的梦想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